春天里百花齐放 野地里的大花咸丰草是最抢颜的风景 说它是台湾最常见的野草 一点也不为过 却也是可口的野菜 它有居科植物特有的同好味 而且没有苦味 咸丰草的食用条件很严苛 我过去几次长线失败 是标准太宽松 以为采集嫩叶就可以 其实不然 大花咸丰草的纤维胶一般野菜粗 食用部位仅限于顶牙及小花苞 当然如果是切碎食用 顶牙以外的嫩叶应该也可以 由于野外处处可见 很适合野萃加菜 于是我想起过去登山践行 向导们最爱煮的大锅面 加一点顶牙咸丰草 应该会更丰盛 更有味道 所以今天就来个向导版的伟大锅面 以及访餐厅的炒食蔬 然后就来个向导版的伟大锅面 就来个向导版的伟大锅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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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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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